Hello 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 每日遇見杜拉克 11月16號文章 正確的組織 組織裡唯一會自行演繹的 就是混亂、衝突和績效不佳 百年前的管理學先驅說得很對 組織架構是必要的 現代企業需要組織 但是那些管理學先驅 有一項假設是錯的 他們認為正確的組織形態是存在的 或者應該存在 其實管理階層不必追尋 什麼是正確的組織 而應該學習尋找、發展、測試 符合工作需求的組織 的確有一些組織的原則存在 其中之一就是組織必須透明 人們必須知道並了解他們在什麼組織架構下工作 組織裡必須有一個人 在某個特定範圍內擁有最後決策權 還有一個顛撲不破的原則就是 組織裡的每個人 應該分別只有一位上司 這些原則跟建築師遵循的工作守則差不多 工作守則並不會規定設計師們要設計哪一種建築 而是讓他們知道設計上有哪些限制 組織架構的各項原則大致也是如此 今天的思考與實踐 思考一下你們的組織是否透明 決策權是否明確 權力和責任是否相當 每個人是否各自只有一個上司 OK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的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R 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河俊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